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18年10月15日,再来更新一期《闲感赴美生子》。 这一期呢,想要讲一个在申请美签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就是在申请美签的时候,符合一些条件呢,我们是可以申请代传递,免免签的。 也就是说,原先如果有签证,然后签证到期没有满一年的话,然后以前也没有被拘签记录的话,是可以带传递的。 通过中信银行带传递资料就不用去美领馆面签了。 那大多数情况下呢,递交完资料都会顺利的拿到签证的,但是呢,也有少数情况会接到领馆的通知,要求前往美领馆去进行面谈,进行interview。 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也属于比较少见的。 那有的申请人呢,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就会比较慌啊,那在权衡一番以后呢,选择不去,不去这个美领馆去面谈。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就说如果我不去面谈的话,那就不算被拒签嘛,因为在他看来,带传递,然后被要求去面签,很大概率是会被拒签的。 那我不去,那就不算拒签了。这样是不是对呢?那当然不对了,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很大误区的。 那先不说原因,我们接下来说第二种情况。 那有的小伙伴已经拿到了美签,比如说已经拿到了这个签证,然后前往美国去生了小孩回来的,或者有的就是旅游签,去美国旅游回来了。 突然接到了美领馆方面的电话或者邮件,要求前往美领馆再次去面签或者面谈。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又非常纠结了,因为这种情况确实也是非常少见的。 一般来说呢,即使罗宾来分析也觉得往往是凶多吉少,所以比较建议呢,会准备好万全的准备啊。 然后在这个要求的时间内去美领馆去进行一个面谈。 虽然说也有很大的概率,有可能会被签证被取消或者撤销啊,但说还是有一些小伙伴,他因为太害怕了,他害怕自己的签证被撤销,或者说留下一个签证被撤销的记录,所幸选择我就不去了。 我就不去面谈,那美领馆岂不是没有机会撤销我的签证了吗? 这两种情况嘛,在罗宾大叔的一些客户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他们就是秉承着这么一个思维,那我不去,那就不要紧吗? 反正带船地转面谈我不去,那我就没有拒签记录了,那我要求去美领馆面谈,就在有签证的情况下要求去美领馆面谈,我不去,那我签证就不会被撤销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真的只能说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在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啊,有一位捕头大人,他去青楼,想看一下那边的这个头盘叫如烟啊, 然后这边的那个主事儿,他说哎呀,我们的如烟姑娘是卖以不卖身的,然后这位捕头说,那我不给钱那就不算卖了,就是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概念啊。 就是说你以为你取掉了这个当中的一个环节,然后整个结果就不成立了,那在至少在美签申请当中,这样是非常荒唐的啊。 首先你免带船地,免面谈,然后被领馆要求去面谈,你如果不去的话,那很自然的,你这次申请就会被拒绝,那你就会留下一次拒签记录。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记录,你可以发现你确实是被拒签了,那以后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拒签记录始终是跟着你的。 另外呢,就是已经拿到了美签,然后被领馆要求再次前往面谈,那如果不去的话呢,你的签证十有八九还是会被撤销的。 那你以为你不去美领馆,他就没法在你的签证上打个叉,把你的签证给注销掉。 这个,这个实在是有一点,有一点,实在是太天真了。 因为美签的注销呢,他不光是表现在在你的签证上面用笔打个叉,然后写上revoked或者cancel的这样的。 他最主要呢,还是在美领馆他的系统当中,或者说是在美国国土安全局他的系统当中。 哦,不对,应该是国务院啊,国务院的系统当中把你的这个签证信息给撤销,把他的状态由这个通过改为撤销,就revoked或者cancel的。 所以不管你这个签证上面有没有被划这个叉,有没有被注明被撤销,实际上你的签证状态就已经是被撤销了。 那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拿着这个签证再次前往美国,你看入境,入境的时候这cbp官员会不会放你入境啊。 那罗宾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你这样过去的话,这个100%是会被立刻原机遣返回中国的。 所以说呢,任何事情都不要去逃避啊,你把头埋在沙子里是没有用的,至少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没有用的。 在他们看来,你不去重新面谈,那就说明你心虚了,或者说明你确实就是符合了他们的预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都说明美领馆对你的情况有所疑问。 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做出一个果断的行动啊。 如果他要做果断的行动,他就直接发一封邮件给你,告诉你你的签证被撤销了,就可以的。 不要以为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罗宾也碰到过非常多这样的案例,因为一些不当的行为。 然后美领馆这边呢,直接发一封邮件给到这个签证持有者,告诉你,因为你的情况呢,已经不符合取得美国签证的要求, 所以你的签证已经被历时的取消了,请立刻离开美国。 如果你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话,那如果你那个时候不在美国,那你就没有权利进入美国了。 OK,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说,他请你再去面谈,其实还是给你了机会的,他没有果断的取消你的签证。 如果你在面谈当中的表现,或者提交的证据,或者能够说服签证官,你仍旧是有机会获得签证的。 第一种情况,你如果说服了签证官,说服他,我此次去美国,不会滞留美国,不归,不会给美国带来额外的负担。 那他评估下来觉得可以的话,还是会给你签证的。 不是说带传递面谈,转面谈的话,就一定会举签,不是这样的,虽然这样的概率会比较大。 另外呢,持有美签,然后被要求去面谈,很有可能他是在系统当中,或者他从哪些渠道得知了你可能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 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签证信息分享的国家,他发现你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或者他觉得有需要澄清的地方,他给你个机会,让你去美领馆说清楚,如果你能说清楚,或者提交足够的证据, 那你的签证还是可以保住的。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要问了,你刚刚提到的这些签证信息分享的国家,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啊? 是不是真的我在那些国家犯一些错,就有可能被重新约谈,或者直接取消我的美签呢? 还真的是的啊,以前的节目应该有提到过一嘴吧, 有一位这个美签的持有者,他因为在澳大利亚逾期滞留了,可能是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逾期滞留, 然后就被美领馆发了封邮件告知,你的签证已经被撤销了。 然后另外一位好像是在澳大利亚,也是在澳大利亚,驾车的时候呢,超速了,被警察拦下来, 然后这个记录呢,被记录在案了,后来应该也是被美领馆这边得知了这个信息, 得知他在澳大利亚那边有不当的这些信息,所以呢,发了封邮件告诉他,你的签证被撤销了。 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一个美签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大家在其他这些国家,尤其是和美国有签证信息分享的这些国家,一定要这个老老实实的, 千万不要行差踏错,或者做一些这个友爱当地观瞻,或者友爱法律,或者这个不到的事情。 否则一旦被知道的话,你有可能就直接被撤销了。 那如果你收到了美领馆的电话或者邮件,要求你去勉勉谈,那一定要好好准备, 而且呢,要心存感激,须知呢,这是人家给你机会,不是要你过去, 就一定把你签证给撤销掉的,人家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坦白从宽。 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先讲到这里啊,可能这个话题比较复杂, 或者说当中的逻辑关系有一些复杂,那罗宾希望呢, 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啊,就是说, 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美领馆希望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诚实守信的人, 一切所有的这个问话,一切所有的核实都是基于这个准则来进行的, 那一旦被他发现你这人不诚实,不守信呢,那很大概率你就去不成美国了, 不管你的签证是已经拿到,还是没有拿到,你都是去不了美国的。 好了,那这一期这个比较理论比较枯燥的一个关于美签的话题就先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那罗宾可以为大家提供以下的付费服务, 包括付美生子、付加生子的咨询辅导服务, 包括付美生子城市间的代办服务, 包括呢,美国、加拿大十年旅游签证代办服务, 还包括呢,瓦努阿图共和国的一个移民项目, 可以直接拿绿卡或者直接拿护照的一个移民项目。 另外呢,如果有在美国开银行账户或者开这个美股账户的需求的小伙伴, 也可以来联系罗宾, 那以上这两个开美国银行的账户或者开美股账户呢, 都可以在中国国内搞定啊, 罗宾有自己的渠道。 那以上所有的服务呢, 在罗宾个人的网站3w.罗宾大叔.com的网站上呢, 都有标注, 欢迎大家上网站来采采看一看。 好了,那今天这一期的闲卡付美生子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